弄不回来就麻烦了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可以浮动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刚刚的部分 其实特别注意 我主要是利用刚刚 这几个是用这个label 然后放过来之后 去修改 修改 有没有放上面 改它的caption 姓名 改它的phone 底下有个phone的属性 所以这边可以往下 这个phone点它之后 点这边有没有 这个点才会出现 如果你没有点phone 它那个点不会出现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字大概放16号字 OK 做好一个之后 再把它复制 并且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选取上面 这样选 然后用格式里面的对齐 对齐主控项 先选到那个 是叫主控项 有没有 你会发现主控项 它有个特征 什么特征呢 就是它的这个边缘的这个颜色是什么 这空点它是白色 其它是黑色 那你会什么 格式里面可以对齐主控项的左缘 那么OK 这个间距的话你可以设为什么 垂直间距可以设为相等就好了 再来就 这个小A小B是testbox 这个可能要设定一个什么 它的字的大小 phone color 把phone的那个size把它改成16号 再来这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一个 comming button OK 那其他也是改caption 然后改一个底色的颜色 然后改一个字的颜色 for color 然后字的大小 也是这样改成16号字 最后的话你就再调整一下 这个什么 这个表单的大小 它这个可以让 大小自己再调一下 最后如果OK的话 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让它启动 那启动的方法非常简单 你游标点一下这个表单 点一下 不要点这边 点这个表单 按一下上面的执行 它就显示出来了 不过呢 如果将来你要让人家去执行的话 你总不可能说 请你到那个Vizal Bay的环境去执行 但不可能 所以我们会需要什么 我们会需要有一个按钮 假设我今天需要有一个按钮 在这边 名称叫启动表单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把这个表单给启动起来 诶 这要程式怎么写 那特别注意哦 你要一个按钮的话 就是一个Sub 按钮就Sub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假设我要启动它的话 那我就直接 一 先再切回到Module里面 Module 我程式写在 写在Module1里面 然后二的话呢 我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Sub OK 那名称的话 我就要启动表单 OK 所以我就启动 OK 意思就是我要把那个表单 给呼叫起来 OK 按确定 这边空白 把它拿掉 OK 好 启动表单就出现了 再来的话呢 我要把它叫出来的话 程式非常简单 它这个表单名称叫什么 如果你没有修改的话 它的Name预设是U色凤一 所以你就 它如果未来你可以改它的名称 如果你不改的话 它叫U色凤一 所以 程式只有一行 就是 这边先按个Tab键 把它的名称叫U色凤一 后面加一个点 帮我显示出来 显示就是Show 所以你打一个S H 它有一个方法 绿色的 Show 这样子就完成了 有没有 启动表单的Sharp 然后呢 U色凤一点Show 然后把它执行 有出来了 如果说你要让它 变成按钮的话 一样嘛 我把这个按钮复制了 然后直接贴到底下 用这个来改好了 然后把这个清除框线 这个往下拉一下下 复制这个之后的话 按右键 重新指定聚集 为什么呢 启动表单 有没有Sharp嘛 然后呢 把这个名称呢 把它改成叫启动表单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我就直接点它一下 表单启动一下